大家好,我们继续讲解孔子论语朔尔篇第十八节 子所雅,言,诗,书,直,离,尖雅言也 雅是指一种漂亮的小鸟,有的时候是乌鸦或者是喜鹊 在这里代表是正美好的意思 子所雅就是孔子所追求的美好的东西 是指什么呢?盐,盐是指什么? 竹笋从地里破土而出,嘎巴嘎巴响称之为盐 竹笋出土称之为盐 那么,盐伸到人身上呢,我们说话也是用这个盐 这就是最早,盐用表示人说话的意思 那么,这个盐还译成含义呢 就是小的出生,称之为盐 这是最早,后来慢慢的只留下来说话的意思 那么,这个地上孔子追求这个盐的雅是什么呢? 雅言是什么呢?盐雅是什么呢? 就是指言而有信 就是人说的话,实话实说,没有假 是什么就是什么 那么,包括讨论问题 探讨,这个分享真理真相 那么,都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实话实说 那么,这就是孔子所追求的一雅 二雅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弄懂诗经 诗嘛 诗实际上的意思就是 天、地、人之间的这个真理真相 用人的语言表达出来,称这为诗 那么,这一早人类 所以才有这个诗经就是 的著作啊,也要是和易经啊 不像前后的这个,我们祖宗留给我们这家后人的这个遗产的宝藏 那么,当中承载了上古以来 我们祖宗认识宇宙人生 真理真相,对大自然认识,读无字天书 感知感悟知识,信息资料等等 那么,都在里面 那么,我们后人要把它弄懂 就像我们今天要弄懂这古文一样 包括什么,《道德经》啊,《论语》啊,《庄子》啊,《诗经》啊,《易经》啊,等等一些这个古典著作吧 那么,那个时候,《诗经》《易经》对孔子来讲 那么,也是,就像我们说的古文 对他来讲,也是古文 要去把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信息,知识,资料 嗯,去把他给真正的,嗯 传载下来 就是说,这个,得到正确的信息 那是需要,嗯,这个 一定的,这个基础的 在上一节里头,孔子说,他要到五十岁 还要多学几年 嗯,多搂几年 那么,才能做到 那么,把《诗经》 就是,嗯,嗯,彻底的,嗯 没有,大过的证明呗 嗯,这也是孔子所追求的美好的东西之一 书呢,就是指,嗯 主动在地上刻刻画画,用符号,嗯 记录一些事情,记录一些信息 那么,在这里呢,就从,指从事这个文字工作 所谓的文化工作 把这个信息文字化的工作 所谓的学,文,嗯 至于学文嘛,啊,孔子说过 就是,嗯 把祖宗文字里头的信息读出来,嗯 脱离出来 完了以后,再加入现代人 现在人,嗯 这个的,新的感知感悟 把他附入进去,啊 留给以后的子孙,嗯 去,这个,嗯 分享,嗯 那么,共同明白,嗯 宇宙人生的道理 那么,给子孙提供一个方便 那么,这就是书,嗯 孔子在这上面追求的 就是说这种所谓的,少,啊 文字化的,文人的工作 那么,这也是孔子,啊 所追求的美好的,这个 之一,雅之一 那么,直呢 就双手托住为直 那么,在这指的就是说 很顺忠的去行动,啊 实践,哎 那么,所谓的传而惜之,啊 嗯,真正的能够从祖宗 从,嗯,大自然 得到信息以后去,嗯 复苏行动,啊 平等对待,这个,万物 那么,这也是,而孔子,啊 所雅之一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离,离制什么呢 嗯,就是我们说过,规章制度,啊 嗯,法律,点章,啊 规则,规律,称之为理 在这里呢 就指着是,这个 真理真相,啊 把这个 人,为什么到这来,啊 到哪里去 来做什么,啊 嗯 嗯,怎么做,啊 这个,这个 真理真相,去把它开发出来 跟人类去分享 那么,这就是,孔子的雅的,嗯 五个方面 那么,这雅演员 嘿嘿,这 都,意思就是很简单了 这都是,啊 美好的言,言语 言论 那这估计呢,是我们另外的祖宗 在这里的一个批注,啊 说不是批注啊 就是论语的孔子的作者 孔子的学生 子弟所写啊,也行 啊 那么,所有这些都牵涉到言论啊 那都是孔子所追求的美好的,啊 言论 好,这些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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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